寶貝 你去幫我拿衛生棉好不好 欸 沒有了耶 那你去幫我買好不好 拜託 那 給妳 喔 謝謝 妳打褲墊幹嘛 覺得這個薄度有辦法承載老娘的血量嗎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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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c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兒 身為女性朋友們 你們是否也有這種困擾 就是永遠男朋友都是會買錯衛生棉 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在用啊 就跟你們會買保險套嗎 保險套不就是保險套吧 沒有啊 保險套有分尺寸啊 你看是不是 不知道吧 我們今天要來考考大兒 她是否懂這些女性整理用品 然後我們今天有做一些 潤 拜 就這三個東西 我們現在來快問快答 我想問 為什麼衛生棉叫我這個味道 有一些會有 有一些會沒有 中藥型啊 花香 通常花香都是出現在那個護墊 欸 我講出來了 耶 成功 我不用猜了 好了 那這三個哪一個是業用型的 這個吧 因為我很常看到廣告上面有 太明顯了 這個東西呢 叫做夜用型的衛生棉 而且呢 通常女性 要叫男性買衛生棉 如果是她在急需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買這種的 急需 所以就算不是夜晚耶 就是買這種 對 因為通常女生會痛成這樣 就表示她在血崩狀態 她需要的是這種可以 撐載很多的血量的這種 夜用型的衛生棉 你會好奇她打開長什麼樣子嗎 等一下 真的要嗎 好啦 開一下 有什麼問題嗎 它就是個棉 它還沒用過 對 它就是要這樣開 這你應該不需要學吧 哈哈哈 我幫女朋友貼衛生棉 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長的東西 然後它是有翅膀的 你可以把它打開它的翅膀 這是貼在屁屁的部分 這邊要貼在屁股上面 不是皮膚啦 這個東西等於是你的內褲 然後它這樣包在 所以你的屁屁是碰到這個棉 所以它就是有一個翅膀的部分 啊 這個是黏在內褲上嗎 對 這樣折 反折 這邊啊 很大片 就是夜用型的衛生棉 它有點太長耶 就很像尿布啊 這樣很不舒服啊 很不舒服啊 尤其是這邊 這地方是女生最不舒服的地方 因為這個角度通常都是在 骨溝的上面 就很高 就差不多這個位置 尤其是你在移動 或者是你躺著轉來轉去的時候 它一直會有存在感情 好噁喔 等一下 那如果它就已經吸收了 然後你這樣移動 它不會被你擠壓出來嗎 通常它的吸水力是很好的啦 好好浪費我的茶喔 完全不在想微笑 就很少啊 一瓶蓋 它完全就是吸收啊 完全吸收嗎 喔 可是還是 其實這樣已經算乾爽了 喔 它吸進去了耶 對 它會慢慢吸進去 好酷喔 而且你看它的表面 其實它都已經 就是吸到它的底層去了 但是吸水力是很好的啊 要不然它不會做成夜用型 而且其實我自己本身 在用這種夜用型的衛生棉啊 我的鞋通常就是在這裡 中間這一塊而已 通常我這邊跟這邊都是白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塊吸水力很好 對 我的量就算多 它也通常就是積在這邊 它也不會往前後掉 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我最常用的啊 因為我就是一個容易寫風的人 下一位 一般型的日用的衛生棉 這個通常是在女生 月經來的第一天 跟差不多第四五天的時候 會用的這個東西 那二三天呢 它 蛤 那個時候就是量最多的時候 欸 它其實 它的資訊滿少 它那邊會寫 19公分量少行 你就看到40公分的時候 差太多了吧 就用起來有點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平常不會用這個 不會 我會用再大一點點 它還有一種尺寸是23公分 幫我拿一下它 它根本不會吸水啊 你看它們兩個大小 這邊一樣是卡在那裡的吧 對 可是它厚度也差太多了吧 如果你的量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需要用到這麼厚的衛生棉 因為它這樣子不透氣 那邊 會長蚂蚁 為什麼會長蚂蚁 欸 它不是甜甜的嗎 你吃過嗎 它散開的面積就比較大 而且好濕喔 感覺很不舒服 你給它一點時間看看 這樣會比較穿嗎 它其實需要一點 為什麼要這樣前後尿 奇怪喔 其實通常女生 如果要叫男生買衛生棉 不會是這個尺寸 如果我現在是這個尺寸的話 我就不會痛 其實我就有能力自己買 所以如果男生要幫我們買 就直接買夜用心 直接買夜用心 真的假的 你看它其實還是吸進去了 欸真的耶 給它一點時間 顏色變了 它應該沒有味道啦 現在還會有出一種 超本性的衛生棉 你看我去涼涼 你要幹嘛啊 這樣不會有反應嗎 什麼反應 不是啦 它好像是會除菌嗎 還是什麼的 我聽過它涼涼這件事情 會讓我比較不痛 好 下一個 超薄香氛護墊 欸所以這裡有味道 一番嗎 嗯 有點像廁所狂香擠 可能是佛 妹妹比較臭 好失禮喔 真正要去拿香氛護墊 欸 它是我妹妹臭 好 等一下 那你不是也用嗎 這不是我的啊 都從哪裡偷來的啊 隔壁房間 哈哈哈 隔壁房間來敲門 就說欸 我現在在露耶 護墊呢 要在什麼時候用 你知道嗎 那麼薄的東西 之前是想說護墊應該就是睡覺 好像睡覺就不會有事 然後就是護墊 保護墊 睡覺是最容易有事的時候 睡覺就八個小時起跳的東西 然後你又燙著 而且還不知道你怎麼躺 你如果側躺就很可怕 他就側露 因為女生其實會算得出來 他什麼時候會越進來 然後這個是 你差不多覺得他快來的時候再貼的 如果他一出來來了 你也不會措手不及 因為他至少有稍微的 微微的吸收力 所以他吸水的量是最少的 但是他也是最薄透的 所以他就是不會讓你的下面那麼悶 有些女生會每天用 保護你的下面 因為你看你穿著內褲 然後那一面是一直都是貼在你的那邊 不可能幾個小時就壞 是幾個小時就壞 千萬不要買錯 因為護墊跟衛生棉差別的 非常的大 你看他有多小多小 上面包裝會有寫吧 衛生棉上面不會寫我是衛生棉 這件事有點奇怪 他只有寫幾公分喔 對他寫草本抑菌 可是護墊上面通常會寫護墊 還好 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好可愛喔 他沒有翅膀欸 對他沒有翅膀 他非常的高 那他怎麼黏 他下面其實就是一個黏膠啊 喔 應該是一個黏劑 喔所以他們都是嗎 對他們都是一樣 背面都是貼貼 可以貼在身上 或是可以就是 那個殭屍不知道貼膚嗎 哈哈哈哈哈哈 震住 那他味道好重喔 喔喔喔 其實還是有差啦 因為我們測試的量很少 喔等一下好濕喔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你看他的厚度就知道 他沒有辦法 他頂多就差不多是怎樣 這就是要馬上換 然後他其實呢 據我經驗來說 你就算放一段時間 他應該也是不會變成怎麼樣 因為他沒有地方往下掉啊 他們都是有個厚度的 所以你的液體會往下滲透 那只好請衛生棉Carry一下 對這樣就差不多 一般像我的話 我就是這三種就是夠了 但是呢有些女生還會使用一個東西 明條 你知道明條是拿來幹嘛的嗎 就塞到道道裡面 欸你怎麼會知道 就是有聽說 可是女生這樣 沒有反應嗎 為什麼你不要一直想到反應好不好 跟男生GG一直 被套住你這樣意思 之類的 對啊 對啊因為我沒有用過 欸我用過 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 美國很難找到衛生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還兩個女生來幫我教學 所以 他們還幫你塞嗎 沒有他們沒有幫我塞 沒有那麼噁 他們只看著 然後買到它很酷 它就有一個推進器 就是你要先把那個推進去 塞進去之後 然後它有一個暗的 這樣把暗它就會咻進去 今天是不是還有帶一個 這個東西呢其實現在很夯 好期待喔 液體衛生棉 液體衛生棉 是的 液體衛生棉 它長的跟夜用型的包裝飾發的傾向 蠻像的齁 但是它薄度差很多 而且這片 據我所知它已經夜用型 蛤 就這麼薄就可以吸那麼多量 呀 我為什麼只有這一片呢 因為它非常的難買 這是因為我前陣子剛好拍片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一直嘎嘎叫說 我都買不到這個 然後他們就說好啦拿一片送我 所以我只有一片而已 非常珍貴耶 我都捨不得用 我知道它是只有在全聯買得到 但是我就是買不到 工作人員是找了好幾家 好好了我把它打開了沒關係 好這就是我唯一的一片 啊 它我有拆開了 它也是很長 用過的也有錢 喔它沒有那麼長 但是薄度差非常的多 看得出來嗎 它也是一樣有翅膀 可以拉拉看 它的彈性非常的好 要彈性幹嘛 關乎服不服貼你的私密處 它的液體的意思其實是 裡面它有一個液態吸收心 這樣壓下去 你可以壓壓看 它很特別對不對 它的觸感 很不一樣 然後我跟你剛剛壓那些 對啊 那些就是棉 有沒有3D記憶整的感覺 等一下 為什麼你們用的東西那麼高級啊 哈哈哈哈 完全沒有味道欸 我喜歡沒有味道 它好紓壓喔 對不對很好摸 好紓壓喔 它可以當一個紓壓小物 不要煩它了 像3D記憶整一樣的概念 它就會非常服貼你的妹妹 喔喔喔 它可以當那個退燒 退熱鐵 我有聽過有人會拿衛生棉當退熱鐵 放一點水 然後拿去冰冰凍 你很明顯的知道 你手壓下去之後 它就記憶到你手指的形狀 你看它就這樣凹下去 喔喔真的欸 比較可想而知 它貼在妹妹的時候 會多棒棒 下去吧 紅茶 它也是一樣的 欸欸它很快 它很快嗎 它超快的 真的很舒壓 我不知道怎麼說 它真的太好了嗎 哈哈哈 它也是一樣的 有做一點厚度給你 有空間可以讓液體滲透到下面 真的超級快欸 欸 它到這裡了 它有留一個小袋袋 對 然後放水的 你的液晶來的話 它就會這樣滲透到下面 然後你的表層就不會那麼不舒服 所以它沒有嗎 欸 都有啦其實 喔都有 喔因為它很厚所以它不會到下面 量不夠多 是不是很厲害呢 可以盡量去騷擾你們的男朋友 叫男朋友去幫你全聯排隊喔 而且 它這個看起來超有質感 哈哈哈 又很羨慕女生可以用這麼高級的衛生棉嗎 有 很羨慕我覺得這個很棒欸 因為我自己也很想要 好所以我們今天都開完了 這差棉條 太差了一個東西 月亮杯 什麼月亮杯 月亮杯呢是最近這幾年 才在台灣這邊討論的 在歐美比較流行 因為等一下他們在提倡一個環保的概念 你看這個衛生棉 我開了它就丟掉了耶 但是月亮杯呢它就是一個 它可以直接深入你的陰道裡 接你的血 重點呢 它是重複使用的 你就把那個血倒掉之後 把它清潔乾淨之後 就可以把它塞回去 接第二杯 可是塞回去 你不會有一個 突出一個杯滴 它是像那個 紅酒杯 哈哈哈哈 是把紅酒杯塞進去的概念嗎 是嗎 我怎麼知道啊 它是要跟棉條一樣 留一條線 我不知道因為這東西其實我沒有用過 而且其實呢 不普遍 聽起來滿不方便的 哇我覺得我今天找知識啦 那你之後不會買錯了對不對 男生買衛生棉會不會很尷尬 我覺得如果我是店員的話 我看到男生買衛生棉 會覺得好貼心喔 要當個完美男友的守則 就是要會買衛生棉唷 完美男友守則 我成為完美男友了 所以我相信女性朋友 你一定會想要趕快分享給你男性朋友看 然後叫他們到底要怎麼挑衛生棉 怎麼買衛生棉 沒錯 超重要 很重要喔 分享分享再分享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要按訂閱 並且幫我們分享喔 按讚喔 謝謝你們 謝謝掰掰